那你能够面对十个复杂的状况 这个人得癌症了 又没人照顾他 这个事情成为你的责任 那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慈悲智慧 那你愿意去做才可以 所以什么叫度母的心 所有众生的苦难都是他心里的苦 这个叫度母的心 所以他用尽办法去解决对方的苦难 所以这样大家来得到度母的灌顶 因为你要去圆满了度母的愿力 这样有没有道理 所以当然我还是今天时间不够 各位还把上网把多罗菩萨的经典看一看 甚至有一些善知识把度母的羞恶 我当初灌度母仪轨 那位是在尼泊尔灌的 那位善知识也来我们这边过 他是度母的化身 叫什么名字旺 现在已经来投胎了 讲了六个钟头 六个钟头 诸托伦伯切 诸托伦伯切 所以讲得非常的细 因为诸托伯切就是度母的化身一样 那当然这个内容都非常好 但是对自己而言 如何跟度母相应 因为你老实地在这样做 那才可以 那我必须再提醒 就是说 不管我们在供养什么 这个法没有高没有低 不能说 这个天天在上供 没意思了 错了 就是说 你要很认真的按照这个纪文 我们汉传佛教 最主要叫文字密 这个文字密 是要指观 就是你必须专心的 按照这样去观想 融入在那个境界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供察 要观想 哇 最好的 这个蒙山 四川蒙山 那个最嫩的 像麻雀的舌头 那种茶叶 独占 就是一春天 马上就拔起来去 泡出来的茶 特别像 而且会让你开悟 照周禅师 因为喝了茶 讲了法 骗禅灵 就是能够骗法界 而且这种茶 就可以断烦恼 三斩退魔君 让大家开悟 这样这种茶叶 才能够真正供养诸佛 那每一个佛菩萨 乱一喝到 各个也都是发光了 然后再把这个功德 融入到恶道 让所有众生 念一下 清醒觉悟 破除无名 而且得到世间的福报 长寿啊 健康啊 有福报啊 口齿清香啊 你要做这样子的 观修 一次再一次 你每天供养一次 一年就供养 三百六十五次 对不对 然后一直累积 这辈子供完十万次 还没供完就走了 但是意思是说 叫你每天都要修这个功课 来上供下施 那这个上供下施 就是一个最大的质量 菩提心的质量 波罗蜜的质量 所以各位每天要很认真 好不好啊 以后 如果你比较懒 就把这个 我们这个录音将来会录好 都会录得很好 你在家里一放 你就要开始录一遍了 开始去 每天这样上供下施 那我们 这个道场的特点 就是很喜欢用食物来做功德 上供 布施便当 下施 咽供 做成甘露 大家都研究 好不好 因为人都贪吃 透过吃来修行 这是菩萨道 对不对 尽量把最好吃 下回参加法会 把最好吃的带来 好不好 跟人家结缘 哇 这个最好吃的 那个最好吃的 我这个人也一样 我吃到最好吃的脸都会发光 那何况是佛呢 对不对 何况是那些鬼道 一吃完就饿鬼升天 对不对 所以用最好吃的去推广 念一下 持者正无声 希望手上戴着炼珠 乃至妙法灵文 现在各位戴着人眼睛 有些戴地上经 我们戴着咒语 你戴在身上 就是要让我们体正空性 圆满搭配 不会起心动念 可以征服自己的烦恼 也可以征服众生的烦恼 所以这就是因为 拿着炼珠 特别拿着炼珠 经常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同理大众 进入极乐世界 好不好 让他们不舍弃众生 带着众生 脱离轮回 往生进入 成就佛道 那这个炼珠 你每天都 要想这个意思 要想这个意思 那你每想一次 就是一次的修行 想两次 两次的修行 变成的 里面变成没有个人 都想了佛教的正念正行 各位要观想这边的 每一尊佛菩萨都变成真的 然后被我们供养以后 欢喜 眼睛看到最漂亮的 耳朵听到最好听的声音 鼻子闻到最香的 嘴巴吃到最好的 内心里面体悟到最好 这个叫大供养 就让所有的生命 从头发到脚指甲都快乐 因为最大的 这个是佛教的目的 佛教的目的 就是希望 每个人把对方众生 都当作佛一样的尊重他 供养他 所以你以这样的心 去供养众生 这样了解吗 我们一直训练对佛的供养 佛已经成佛 干嘛要我们供养 那是我们已经 对佛的这样的服事 我们叫近视男近视女 优婆色优婆异 这样来奉仕佛陀 以奉仕佛陀的方法来 奉仕什么 奉仕众生 所以做义工 要稍微 好像进来你要赚一百万 你要开始奉仕别人 因为这是佛教的教法 以对佛陀的了解 来了解众生 以供养佛陀 服侍佛陀的方法 来服务众生 所以我这个人很有福报 因为我出家的时候 做我师父的侍者 我发现我师父脑筋太好了 比我爸爸还厉害 我爸爸是用骂的把我骂长大 我师父是用心来把我带长大 当然我师父跟我说 不想学的我就不教他 想学的我就认真教他 一平一笑 每一个动作 所以各位这很重要 因为一个修行人他就非常的细心 每一点他都抓得很紧 但是这个点呢 就像我师父说 出家穿这个衣服是个演员 你在社会上 你不能表达你自己 行驻坐卧 都要像佛陀一样 像菩萨 引起别人对你的信心尊敬了解 透过你吃饭走路 任何时间在车上都要很断正 所以我跟我师父坐车 打死也不能打瞌睡 我来了给巴鲁 我师父这个人 坐车也在度众生 你要随时刻刻让别人看 你不能说我喜欢拿这个袋子 我喜欢没有没有 要比模特还配得好看 因为我师父说的 特别我刚刚去横春的时候 哇天气热得要命 每个人都穿个短裂 穿个拖鞋就不错了 我师父叫我出去 每天要穿这样 他说你出家人 你走在路上 横春的风又强 那个常常飘起来多美啊 你穿个短裂飘什么呢 穿个拖鞋怎么飘呢 你要很庄严 还保持微笑 这个训练 满头大汗 还微笑 但是这个就是训练 我才知道原来出家 哇这个不是光读书呢 但是我师父不认 你不想学 那他不就教你 你想学 他教你到精的不得了 所以特别我们在这些土地 看到我敲法器都会敲错 我说我们都会教了精的要命 十声不能多一声 快慢大声 因为抓得很紧 我原来这样来保持正念 不起心动念 所以不会表现出一个 一个称恨或什么 因为他在适当的时间 你要表达什么 你就要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威仪界 所以不犯威仪 各位要知道 特别不犯菩萨威仪 你讲话 眼神 手势 唱颂 做事 上洗手间 穿衣服 各位从今天回去 做给你家人看 好不好 因为你羞了 要吃饭就把它吃干净 用碗也吃下去 吃完饭自己去洗碗 做事擦干净 内衣内裤叠好 对不对 房间要弄好 所以你不能说 这我家我不管 因为你要度家人 不然你要度你家的土地工 再来要度你的冤亲再住 因为他们把手紧紧 瞪着你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看个佛经要怎么看 佛经拿起来要怎么 佛教就叫你学这些 学这些 那这样以后代表你保持在一个正念 怎么去做每一件事情 特别我们念这个不空魔力 你要这样观想 所有诸佛菩萨 祖师被供养 欢喜放光 那这个快乐 完全融入在所有众生 地狱道也变成被供养了 恶鬼道也被供养了 佛菩萨所建立的净土 就是要让众生去领受他的快乐的 所以上供下识 这个一念 无间地狱都马上 有如在净土的快乐 所以这个叫无间地狱业障皆消除 众生皆得生净土 所以念这个咒的时候 千动十法界 因观法界心 一切为心照 所以要用心去供养 去上供下识 举圆满一切 最大的供养是不是心态 心态的庄严 心态的美 所以说你要如莲花上的如意宝 这么美丽的心去供养 令佛欢喜 这个心能不能感动受苦的众生 可以 你以这心去转化他的心 所以我想各位要不断地练习 修行吃饭 走入任何时间 你都不断不断地练习 就像各位来到佛堂 这前面壮不壮严 非常壮严 而且又消灾又拔肚 又非常慈悲 那这个就是修行在 修这个 然后把这些都融入在你的生命里面 融入在你的心里面 来 手拿出来 好不好看 不好看 检讨啊 你打死多少张影了 打了多少麻将 连指甲都好看 所以各位你要修到 什么都要正 而且庄严 所以佛堂壮不壮严 太壮严 从头到底 找不到一个不壮严 那你要开始练习 那这个练习要透过别人来帮你 有时候自己的盲点 看不出自己的问题 所以各位要不断地朝着方向 方向 为什么 成为度母 好不好 成为佛陀 成为不动佛 成为观音菩萨 要精进 但是你要成为佛陀 成为观音菩萨 只能把功德建立在众生上面 你才有办法 钱最大的意义来自于能够帮助穷人 对不对 能够为众生造佛像 上供下事都一样 这个是钱的意义 感情的意义 能够把感情变成一种菩提信愿 还是把感情变成一种对众生的 无所分别 男人平等 接受的悲心 那这样感情快不快乐 太快乐了 所以各位你要跟你女儿说 千万不要谈恋爱啊 这样 你去谈谈看好了 苦了再回来找我 也可以 因为你要把感情变成一种花朵 你不见得要去陷在那个苦 因为你去看看别人就知道苦了 太苦了 曾经有个女孩子说 我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 妈苦不苦 这样就好了 问她妈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世间 你怎么用也是苦 有也苦 没有也苦 简单的说 来 有情皆苦 就是说 有感情就痛苦了 没有别的方法了 那感情痛苦怎么办 不是消灭感情 是把感情透过智慧 以智化情 把感情变成慈悲 就没有痛过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 不护持人生命路